南台湾香蕉价格再度崩盘 为了照顾农民 市议员审发会认购了1000公斤的香蕉 趁着新鲜呢 今天服务处的主任赶紧分送香蕉 到万里仁爱之家 请长辈们一起来享用 香蕉价格崩盘 为了要帮助娇农市议员审发会 认购了屏东香蕉1000公斤 在昨天拿到香蕉时 议员服务处也趁着新鲜 赶紧发送给汐止区的学校警分局等等 今天更是来到万里区的仁爱之家 要将农民辛苦种出来的香蕉 送给人家的长辈来享用 帮助娇农也照顾长辈的营养均衡 发会议我们今天认购了南湾的娇农 1000斤的香蕉 然后协助一些南湾的娇农 那最近呢 我们一直想说要把这些香蕉 分送给有需要的单位 那所以呢今天很高兴 联络到仁爱之家 我们这个店 那我们把需要的单位 把这些香蕉 协助的香蕉 把这些香蕉 送给需要的人 所以这边 仁爱之家有100多位长者 那我们也很高兴的 感官借这个机会 香蕉运送到这边 然后这种予的长辈 市议员审发会服务处主任长景 还有带着一箱箱的香蕉 共100斤亲自到万里仁爱之家用餐处 希望仁爱之家的人员们的照顾之下 还有市议员的蔬果均衡饮食照顾 可以让人家的长辈天天都健康乐活 同时香蕉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很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把香蕉 现在还是可以使用的阶段 赶快拿给长辈的食用 那这个香蕉对长辈应该也是 相信他们应该也是蛮需要的一个营养品 而长辈们收到香蕉更是相当开心 仁爱之家也很高兴市议员对于长辈的关心 还有新鲜的水果可以丰富餐食 不仅如此也可以一起付出关怀 送爱给辛苦农作的农友 虽然只是获得了简单的水果香蕉 但是对于长辈来说可是相当具有意义 计较量平行万里采访报导